大家对于时尚的小仙女有什么看法吗? 其实不管怎样的潮流,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秀出高级饭,美不美就是高级视觉的体现。 说起高级感,可以想到荧光色、花纹的衣服、质地宝等相反的廉价感,但是,时尚就是这样的东西。 如果搭配妥当的话,被定义为便宜的东西有着高级感,宋倩一直是我们心中的小仙女。 每次照镜子,她脸上的直都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,但这次就算遮断了,她的潮流也同样深深地留在记忆里。 3月26日,宋倩出现在北京机场,一眼就被她的有价值的包吸引了,但是,比起包更有魅力的还是她的上衣,是一件非常轻薄的白色防晒服,里面穿着一条冰克裤,大面积包裹着的塑料感不仅便宜,而且看起来很时髦,很新鲜。 牛仔裤和T恤的搭配,是日常生活中最流行的时尚,正因为过于大众化,所以要想办法使眼睛发光。 宋倩选择了开动的直筒牛仔裤,两种时尚元素的结合,提高了可视度。 在T恤外面,搭配了一件小外套,起到了丰富造型层次感的作用,但是,最突出的是腰高的设计。 上半身看起来更小的同时,伸展脚,创造出三七身的可视性,宋倩像十七八岁的少女样潮,但她还是成熟的女性,而且有着乳兮的称号,柔美温婉,她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。 浅蓝色针织扇的下摆,是露出肚脐的褶边形状,不输给流行,有着甜美甜美的氛围,配合同样类似的白色裙子,可以享受清爽清新的美感。 浅蓝色针织扇的下摆,是露出肚脐的褶边形状,不输给流行动。